中国大陆以基建的实力 一带一路在征服 所谓其他的国家 包括东协 但是跟美国的对抗 有个说是最新的大进展 是来自于泛亚铁路 习近平宣布 中国正在以高质量的发展 全面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更大给大家的 全球的其他国家的机遇是 全球南方的议员 可以帮大家一起来努力 例如像王毅宣布的 要加快推进中泰这些大项目 泰国已经加强高层交往 已经同意了 我们前两天就讨论过 泰国已经同意 这个铁路可以直接从老卧 直接腿路7月中试行之后 马上的可以打通 整个陆路运输 一直到海上 而越南也同意要用中国轨据 这件事情也一样 对于中国轨据的制度建立之后 20小时之内 两条关键铁路也被说 一同时传来捷报了 这个泛亚铁路的建设 让中泰中越铁路 都成为国际标准的话 整个从中国大陆 一直延伸到越南 泰国 这些的路线 陆路交通 全部打通命脉之后 当然世界地图 就会重新不一样的改写 王毅会晤的印尼统筹部长也说 双边关系发展有重要的机遇 同样也是针对三大铁路 包括了万龙城市列车 机场列车 新国都城市列车 用基建 在打入这些国家的新领域 美国能够插手吗 根据外媒的分析跟看法 日经新闻报道的 东协这些国家 今年Q1 对于美国出口额 超越了中国 那看起来对美国 会比较好 好事吗 但东协国家的依赖 会在哪里呢 创下6G以来的首线 但是对于东协的贸易活动 全球供应链转移 发生了重大变化 纽约时报的看法 当然会站在美国这一边 因为美国做了一些改变 成为低调的超级强国 但它还是超级强国 最近快要被打成问号了 这个分析里 它不用在高高在上指点盟友 还是它没有办法在高高在上 所以印太未来考验美国 从乌克兰 加萨 G7 地缘政治的变化多端 因为时报都不得不承认说 美国对其他国家 不再是自信的安全保障者 不是说我很厉害 就信任我把这种 美国队长的超级强权 而是现在必须低调 甚至必须找出其他的 可能的方式 你看面对这些基建的破口 怎么阴影呢 包括过半的东协民众 第一次在一个调查 调查来自于新加坡的智库研究 认为东协人民 如果必须要选边站 你选中国大陆 还是选美国 50%受访者选中国 49倾向美国 虽然很近 但这是所有2020年调查以来 第一次中国超越了美国 这都跟一带一路 这些国家受益有关系 而大陆把美国逼到墙角了吗 大家各种的看法认为 例如中国同意延长 350亿货币的互换协议的时候 阿根廷松了一口气 这克服了外部支付的危机 两国经济可以维系 跟纽西兰总理的会谈 李强宣布把纽西兰纳入单方面 勉签国 这个都对于美国在这里的这种 副警长等等的这种角色 都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种扩大贸易规模 被认为李强七年之后 重返大洋洲去访问 也是他们想要在这个地区 提升地位的重要手段 安全担忧 贸易希望才是两国议程中 相互讨论的重点 美国还能够插手吗 从美元讨论到现在全球南方基建的 各种往东斜去延伸 亮哥怎么看呢 这个东南亚出口到美国超过中国 主要就是因为有岸外包 有一些项目 由于贸易战的关系 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些外商 就转到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都有 所以这个叫做美国影响力的扩大吗 搞不好里面有很多都是大陆企业 也对 所以我就不知道纽约时报到底在分析什么 纽约时报这个话 可能是讲给拜登听的 让他不要失去志气 事实上拜登推的印太经济框架 跟东南亚国家的部分 双边协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的 反而是台湾没有参加印太经济框架 还跟美国谈了两轮 对不对 请问他在干嘛 美国在干嘛 所以这不要讲基建 我觉得中华大陆他之所以发展基建 当然就是想到整个中国 跟东南亚的贸易额 事实上他的总贸易额已经超过一兆美元 是遥遥领先第二名了 这个态势 美国跟东南亚的总贸易额事实上 大概只有中国跟东南亚的三分之一 没有错出口是东南亚到美国增加 可是美国到东南亚并就数额很少 当然服务业有 服务业并没有记录 那如果就货帽来讲 其实中国出口到东南亚 跟东南亚出口到中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就看出他的互补性 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泛亚铁路的完成 那这里面一定会增加很多旅游业 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我认为 我认为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 一定我觉得很快就会变成中国经济的腹地 就他就直接外延出去了 那现在只是差在越南 越南因为泛亚铁路 越南那一段一直卡在这个越南政府 那还有坦白说 他跟中国跟日本的商讨的过程 都不是很顺利 那甚至日本一再拖延时间 还说可能要搞到2040年这样 所以越南这一段不太顺利 可是从老沃到曼谷这一段很顺利 那曼谷接下来会不会在 因为马来西亚 吉隆坡跟新加坡接通 那就整个贯串中段 真的 那缅甸那一段 因为缅甸现在也不太稳定 所以中段我觉得会先完成 那这个就会联动到 很多的新的行业 跟中国做进一步整合 经济命脉 对 可是美国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来整合东南亚的经济 比如说他半导体要去投资越南 总金额他声称要50亿美元 那请问现在有多少到位 而且越南要做 半导体恐怕还是以风策为主 还是蛮低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 因为东南亚国家所需要的很多的工业 或者基建 那刚好都不是美国在场 所以当然美国能够插手吗 所以中国输出就是会比美国多 就是这样 那不是美国专长的事项 是 所以趋势也必然 只有这样一直发展下去 卓老师当泛亚铁路整个打通 如果真的像刚刚中段都完成的话 越南必然现在连这个制度上面 都愿意在所谓的铁轨的制度 跟规则上配合 显然开通或者是一起贯通也不远 当然因为这个其实是对越南有利 不管他这个领导人怎么想 这个不能跟钱过不去 而且越南他这个地理位置 他这个地形是很狭长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国内市场 他一定是要连通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甚至他需要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因此他要必须 他不可能使用一个跟中国大陆 跟东南亚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系统 我觉得其实这个民调 东南亚这个新加坡这个智库 我想稍微谈一下 这个就是新加坡国立新加坡大学的 东南亚研究所他们的调查 这个调查很特别 因为他是针对于东南亚十个国家 总共1900多人做的一个调查 他主要是一个精英的调查 当然时间是长时间在做 就是说每年都在做 所以很有参考性 这个调查今年我觉得分两个部分讲 第一个就是在于说 他讲到了说 如果美中之间发生冲突 或者两边你只能选一边 到底你要选什么 选哪一边 去年还是60%人选美国 今年只有49%选美国 今年50%的人选中国大陆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看个别国家 比如像去年印尼跟马来西亚 都还是选择美国 那今年他们都改选了中国大陆 就是说整个比例来讲 他们选择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数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几 然后去年就选美国的 像这个菲律宾跟越南 今年还是选美国 但他们人数 他们这个比例上没有什么增加 那我觉得最值得观察的是什么 是这个泰国 因为泰国他是美国的条约盟邦 他跟美国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 但是泰国在这个选项里头 他也选了中国大陆 所以说你看这整体的一个趋势 尤其像印尼 因为他是东南东协的老大哥 所以他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国家 那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 在这个电视牆里有没有谈到 就这个民调他也问了一个问题 是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的时候 东南亚国家应该要怎么办 他有几个选项 一个选项就是说应该要发表外交声明 反对使用武力 一个是说要制裁 一个就是采取中立 然后另外就是采取军事协助 他用军事协助 结果我们看到刚才几个选美国的国家 比如像说就两边冲突 他要选哪一边 那比方越南跟菲律宾 他们支持军事协助的 也都不到10% 绝大多数个国家选择是什么 就是说发表一个外交声明 来反对使用武力 他连那个经济制裁 他们都不赞成 那么还有一个国家很特别 就是我刚刚讲 美国的条约同盟泰国 他居然是这里头唯一一个选择 要维持中立 也不是唯一一个 因为其他还有像辽国 像中国大陆传统的这些 关系很密切 他也选了这个中立 但泰国 他是美国的盟国 居然他也选择的是中立 因为像印尼 马来西亚 他们都选择说发表一纸声明 结果泰国选的是中立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东南亚国家 要有个清楚的认识 不要有过度的期待 我觉得那样子可能会有很大的失误 是的确 将军在我们现在单边依赖的 这种措施底下 要面临的当然就是更艰困的处境 我觉得这次如果说是大陆 跟秘鲁建立港口来讲 美国真的都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航空母舰 海军 它绝对是一种攻势的 主义的部队 战舰 航空母舰不会拿来做防守 你美国现在之所以海权 能够那么强大 每天到太平洋这边 耀武扬威的 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航空母舰 当中国福建号成军以后 或者可能第14号 第50号成军以后 那会不会换成中国 现在如果秘鲁那边 在中国协助之下 建立了这个大型的港口 可以停靠航空母舰的话 那我们想会不会有一天 就变成中国军舰到太平洋 到彼岸去 到美国沿海那个地方去 自由航行一下 这东西我觉得很可能会发生的 大家不要以为当消花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看到 譬如说是柬埔寨云场基地 它协助它盖了那个码头 就350几公尺长 就是可以停靠航空母舰的 你盖那么大的码头 不是停靠航空母舰是干什么 在柬埔寨 另外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有几个国家 譬如像所罗门 前一阵子传出说 中国要在所罗门那边 建立军事基地 当然后来两个国家出来否认 说没有没有 没有哲伟事 但你确认就确定没有吗 另外你看东加那个海岛国 太平洋岛国 也是在发生它火山爆发的时候 去年 前年火山爆发的时候 第一时间去做人道救援的 拍运20飞机的 反而不是美国也不是奥地利 反而是中国运20 立刻实施人道救援 当然这些国家 目前来讲的话 跟中国都建有邦交 然后他也否认说 会让他们这个基地 会到美国来使用 我特别要跟大家讲 地球是圆的 地球圆的来讲的话 美国来讲 如果说要到东太平洋来讲 它的基地大概就是 夏威夷潭乡山 但是你是不是 但是你如果说坐飞机来讲的话 这条航线其实是最远的 因为它是刚好在赤到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说是按照 大球这个算法来讲的话 航线来讲它是最远的 其实到美国去 反而最近的是从中国出发 有经过南海 索罗门群岛 然后到达东加 然后再来到诺鲁那些 然后再到美国 所以你看诺鲁 年珠也跟我们断交了 然后也跟中国建交了 然后再加上索罗门群岛 扬言要跟中国建立军事基地 然后等等这些迹象 如果说是秘鲁这边 它也成立帮它建立一个港口 可以停放海军的军舰 或者是海军